今天呢老师要来跟各位同学介绍两个动词 是非常实用的 那依照惯例法文很实用的动词 是的你猜对了 他又是不规则的 那不过这两个动词 一个来一个去 那ale是等于go 那vernig 待会我们会看到是等于come的意思 那这两个动词很 我说他实用不只是说来来去去 那他这两个动词的实用 还包含了他可以玩一点点的未来式 玩一点点的过去式 那这个待会呢老师会 我们在其他的档案 老师会特别再提到一个叫futiposh 即将未来式 现在式 以及刚刚的过去式 那我们这一个档案 老师纯粹跟各位同学介绍 他的动词变化 以及他一些最简单的用法 那我们来第一个看到 第一个动词叫ale ale 他在法文里面就是go 就是跟英文的go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同学千万不要被骗了 他是er 和结尾 可是他是可以说是唯一一个er 和结尾 但是不是第一组动词变化的哦 他是个不规则的动词 要特别特别小心 Alle 来跟着老师念 je vais je vais 后面这s是不发音的哦 du va du va 后面的s也是不发音的 il va elle va 后面这是注意是没有s咯 nous allons nous allons 同学记得要联姻 nous allons vous allez vous allez 记得也要联姻 然后呢 il vont elle vont 好 这个是他的一个动词变化 同学呢 可以稍微把它给记下来 那在各位同学如果你有去买一些呃动词变化表 上面也一定会有这个动词哈 ok 好 这个动词的用法他要特别小心 他是跟一个很有名的介细词在一起 这个叫啊 也说我们常用啊勒啊什么什么地方 这个啊在这个地方就是像英文的to的意思就是go to 什么什么地方 那同学注意哈 因为啊后面只要加上了不小心碰上了 le la la 他就会有所变化 那这个是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介细词的档案里面会特别讲到的 老师很简单的呃讲一个例子哈 譬如说我想要去什么地方呢 我想要去一家咖啡叫做le café 最近老师去了一家他咖啡都烘得真好 他叫做un cise un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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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咖啡厅就在高雄合体的社区 同学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哈 好 我今天想要去这个地方 那 我re ve 好 我去什么什么地方呢 i go to 那个to 那个a要弄出来对不对 好 同学特别小心 a遇到了le 这个地方呢 他就变成了a加上le 要变成我们有学过的变成o 所以就变成je vais au café son 61 d'accord je vais au café son 61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特别特别小心 a遇上了后面的le 要记得变成 变成这个o a跟u 好 然后如果他遇上了是a 那个la 那就还ok啦 例如说 je vais à la cafétéria je vais à la cafétéria cafétéria就是那种小小的咖啡馆 通常都是学校里面的 基本上我们称他就福利社 那现在在我们学校就譬如说是像莱尔夫啦 好像这种 以前有全家啦 有7 这种东西都可以 大约可以叫做类似cafétéria 可以喝到点咖啡啦 可以买到点东西 但那个cafétéria 它是音信的 所以a la 两个在一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去 老师之前在阿尔卑斯山有一间很不错的旅馆 我们叫做europe 例如说 je vais à l'hôtel europe 这叫hôtel 旅馆 他叫欧洲旅馆 那同学这hôtel 因为他是母婴开头的 所以说他算是阳性 可是在前面就变了l apostrophe 那前面再加了a 然后就记得要变成a l apostrophe 變成je vais à l'hôtel europe ok 那如果呢 想要到有复数的地方 我今天呢 工作太累了 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只想飞上天空 到各个星球去 自以为自己是the body pants 自以为自己是小王子 对不对 那我想要到星星去了 ok 那怎么办 je vais à l'hôtel je vais à l'hôtel 同学知道原本 这个 他应该是写成a l'hôtel l'hôtel l'hôtel就是星星 对不对 那遇到a跟l'hôtel 在一起的时候呢 记得他们要变成a l'hôtel je vais à l'hôtel 这个就是同学 如果你去看完了 那个小王子的电影之后 就可以到各不同的星球去 遇到你的玫瑰花 遇到你的狐狸 对不对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学这个动词 叫做venir venir venir 就跟英文的com 道理是一样的 啊 这个字呢 很不幸的 他当然也是实用嘛 那他就是不规则动词啊 同学就加把劲 bong hush 来跟着老师念一次哦 je viens 好同学注意这个是v en en 结尾是发an an的音 就是我们那个 助音发的an pardon excusez moi 呃 je viens 后面是那个an的音 好那所以这边是v en vien je viens je viens 后面的s是不发音的 je viens du viens 这一样哦 du viens il vient elle vient 好 这个地方呢 il vient elle vient 后面这个t也是不发音的 那这个地方呢 nouve non 好同学注意 e单独在一起是发很轻的 e的音 后面ons 就变成nouve non vous venez 后面是ez il vient elle vient 为什么变成vien 同学特别小心e 后面如果有两个重复子音 他就要发音变成a 那后面呢en的不发音 对不对 不发音 那其实就是很轻的e 就变成vien vien vien 所以变成 来跟着老师念一次哦 je viens du viens il vient el vient nous venons vous venez il vient elle vient 好 venir 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叫做 venir的 从什么什么地方来 那他就是像英文的come from 的意思哦 那这个呢一样的后面只要加上了一些东西 要特别小心他就会有所变化哦 例如说我们刚刚从那个161咖啡馆过来 对不对 je viens 假设你是de 那家咖啡馆叫le cafe son 61 好 光是这样子就要特别小心 de 遇上了 de 遇上了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一个东西叫做句 这个是我们其他档案有讲到的 je viens ducafe son 61 那如果我从那个 la cafe de 很简单的对 je viens de la cafe deria je viens de la cafe deria 好 这个地方 je viens de la cafe de 遇到了是不用做任何变化的 ok 那如果呢 我们来我们把它用下来 同学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那假设我从那个hotel europe 过来呢 je viens de l'hotel l'hotel europe je viens de l'hotel europe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 de加上l apostrophe 好 我已经刚刚出神到星星去 我现在从星星回来了 我已经变成小王子回来了 怎么办呢 je viens de l'hotel 好 一样的同学这地方特别小心 原本他是de加上l 对不对 je viens de l'hotel 那这个太复杂了 de遇到l'e 我们就直接变成怎样 je viens de l'hotel ok 那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另外一个老师再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这个ale这个动词 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我们稍微回来一下 ale这个动词 因为他是go 那跟英文的how's going 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这ale这个意思本身 也有说你过得怎么样 例如说du va bien du va bien du va bien 就是说你过得如何 他不是说你怎么去的 不是说你过得如何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sava 好有没有sava 那个va就是说sava 就是那一些事情 那一些事情过得怎么样sava 比如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du va biensava 所以我们这个ale用的 还有另外这个意思 那以上呢 就是跟各位同学介绍有关ale跟vernier 这两个很重要的动词 au revoir 好 好 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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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